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就是不晕 不是手心的 其实是能留 我们三个都有可能被留 肯定有我的 现在的排名应该讲不是特别好 如果继续下面几轮表现在不佳 那么很可能就会被 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我看了看你的资料 传统意义上 你不太占优势 对 明白 以前你有过经历 它会对你要求更高 我觉得如果说对我要求不高 的话我觉得反而是对其他学生都不公平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经验的人 你在其他律所都实习过 也接触了不少项目 这些东西会要积累 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你写的不对 老师会找你谈 会给你低分 但是在律所 这个进步 完全靠自己的一个悟性 你看看你还有更关注什么问题吗 其实我想跟你聊一下我的一些就是心理变化 那好 我是倒数第一名敬爱的 然后第一天的那个比试又是倒数第一名 所以前两天就是成绩说实话是不好 然后内心心情也很沉重 甚至一度就是不太愿意跟别人交流 然后后来就是辩论的时候 大家对我还蛮认可的 然后其实戴教老师给了我真的很多很多的鼓励 我觉得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长足的长进 我是感觉你是太渴望去成 应该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预速而不达 所以放松地去工作 也就不会这么去固执 在这么多人能够走过来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要不你去接水的话帮我也接一点 我不敢过去 回来了 下回来了 还有现在有一种妙力与弹的恐慌 老师喊你 老师喊你 喊我 徐泽东不敢相信 他是守卫 你看去在林野区吧 你们要带什么过去吗 没有 我要带这本子其实不用寄 就像后边那个会议室 怎么样 两个时间 在 不是已经有三个项目经过了吗 寥寥你自己的感想 你想一下待会怎么说